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昨天我们是开了这套世界杯纪念贴纸的纪念册里面附送的五张 虽然其中有一张博士球星了 那么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套六张要开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开包 这就是今天的六张球星贴纸 以前都是五张哦 今天有六张 所以今天算是加常本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一张一张介绍 Let's go 那今天呢为了不像上次一样 一下子就揭晓球星卡是谁 我的特意剪开了 我们一张一张来看 首先第一张 这个编号大家应该已经知道是俄罗斯球员了 俄罗斯主力门将阿金费耶夫 阿金费耶夫绝对是一个天才球员出道 他18岁就代表俄罗斯国家队出战 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代表俄罗斯国家队出战的球员 然后他从2005年开始效力于莫斯科中央陆军 直到现在从未离开过 我记得他05年代表中央陆军的第一场比赛 上替补上场就扑出一点球 从此一拍而哄 然后在接下来的06赛季 他更是代表中央陆军队获得了欧联杯 俄罗斯联赛 俄罗斯杯赛的三冠王 并且在决赛中发挥出色 挡住了里斯本竞技强大攻击群的狂轰滥掌 率领中央陆军获得欧联杯冠军 他也当选了那场比赛的这家球员 应该说阿金费耶夫绝对是属于一个早晨型的球员 在他的生涯前几年就一下子到达职业生涯最高峰 无论是国家队还是在俱乐部里 当时有很多的欧洲豪门向他伸出橄榄枝 但是他其实俄罗斯球员都有个通病了 这也不能说通病吧 其实是一个特点 我个人理解 就是他们都不太愿意去学习俄语以外的语言 所以大家看现在在欧洲五大联赛中 几乎已经没有俄罗斯的逐类球员了 阿金费耶夫在很早20岁就已经拿到周星6万银镑这个收入 所以他也不是很care国外一些俱乐部开出的高薪 然后俄罗斯球员都还是比较待在家乡的 所以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莫斯科中央陆军 但是在08年一场重伤之后 他的状态就明显的下降 就是远远不如他出道的前几年状态那么好了 阿金费耶夫是一个怎么说呢 被称为天才和黄油手并存的一个神奇门将 就是他绝对是天才性球员 但是他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很离奇的黄油手失误 所以这个门将其实我个人是很欣赏的 虽然他始终不能称为欧洲顶尖的门将 或者世界顶尖的门将 但是顶尖做不到 他毕竟还在异流的行业里面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张球星卡 俄罗斯国门阿金费耶夫 接下来看看第二张 哇这个不是著名的大侄子吗 尼日利亚边峰 Alex伊沃尔比 这个球员很多人都应该知道 但是我相信他的舅舅大家应该更熟悉 他的舅舅就是尼日利亚曾经的天王级球员 瞧瞧奥克查 所以伊沃尔比从出道就顶着一个 怎么说呢 有一个很牛逼舅舅的光环在这边了 他是效率于阿森纳队 然后很年轻 96年出生的球员 才23 24岁的样子 他去年代表阿森纳 踢的所有比赛中进了三个球 我主攻 这个效率不是特别高 而且在赛季中断的时候 表现得非常差 甚至在温格连续两次用他做主力的时候 阿森纳的民宿赖特还出来说 再让伊沃尔比踢主力 简直就是个笑话 所以伊沃尔比是一个天赋非常强 因为你大家知道 尼日利亚球员的身体素质都非常好 他是属于游刃性非常好 速度也快 手长脚长了 在门前呢 经常能做一些想象力的动作 但是非洲球员固有的特点 两个 第一个 基本功真的比较差 就是他经常能进一些天外飞线的球 但是很多时候 类似于像基本的一些门前推射什么 他经常会错失良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虽然出道也很早 而且顶着一个很好的光环 但是他始终这两年的发展没有达到大家所预期的那种高度 然后另外一个非洲全特点就是他们在场上还是比较随性 就是纪律性相对差一些 虽然伊沃比是在阿萨纳在英格兰成长 然后他还曾经代表英格兰18岁以下青年队踢过球 当然他成年之后选择为祖国尼日利亚效力 但是他代表尼日利亚从15年开始到现在也只进过三个球 就是他的进球效率真的不是很高 有人会说他是个边风 对边风可能并不是以进球为主要责任 但是助攻的话 他在阿萨纳一个赛季五个助攻 在尼日利亚国家队踢到现在为止只有两个助攻 其实也不是很多了 所以伊沃尔比我个人理解是名气大于他的实力 他的名气一方面归结于他的舅舅 另外一方面他确实在青少年时期展露了很好的天赋 跟前面那张阿军费一副一样 他们都属于天才型球员 只是后来的轨迹好像都不是特别好 好这就是今天第二个 Alex伊沃尔比 第三张 巴西天王威廉 有人觉得我说天王可能这个名字用得不太好 因为天王应该是内玛尔对不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巴西整个国家队的配置中 除了内玛尔和库地尼奥这两个人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人就应该是威廉 威廉效力于切尔西 但是据说今年夏天的转回窗口 我们我的穆里尼奥是一定会砸重金 把威廉给挖过去的 因为在穆里尼奥直交切尔西时期 威廉就是他最最喜欢的球员之一 威廉其实是属于一个非传统型巴西球员 就是他的脚下技术不如像内玛尔 像库地尼奥这些球员那么细腻 他的速度又比不过道格拉斯科斯塔 他的突破能力什么的 其实都是属于顶尖称不上一流是可以的了 但是他有很多巴西球员所具不具备的天赋 就是他的斗志 他的竞争意识非常的强 这当然也是为什么穆里尼奥特别喜欢他的原因 因为大家知道穆里尼奥是一个很讲究竞技状态 斗志还有精神面貌的一个主角联 威廉从2011年开始就代表巴西国家的对效力 他在切尔西的这几年 尤其是在前年的时候 他真的是一己之力扛起了切尔西 今年在切尔西可能孔帝不是特别重用他 孔帝更多时候喜欢用摩西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孔奥任子其实不是很会用人 虽然他去年拿了冠军 但是从今年看孔帝赶走科斯塔这件事就知道 包括今年切尔西成绩这么烂 就能看出威廉其实完全应该在切尔西占据的是右边前卫或者是右边锋的位置 威廉曾经是切尔西大腿 我相信如果他有机会转回去曼联的话 曼联整个的右边路交给他 左边路交给桑切斯 真的可以做到两翼齐飞 这就是今天第三张 切尔西边峰 巴西边峰 威廉 紧接着是今天的第四张球形卡 前面三张都不错 高手弯不错 这是克格斯塔利加的右后卫 肯道尔沃森 或者叫肯道尔温斯顿 我记得他的中文名翻译叫温斯顿 他现在是效率于温哥华的白浪 Ycaps 白浪俱乐部 温哥华白浪是属于加拿大的 但是他们踢的也是美国职业足球联赛了 MLS也就是所谓的 13年开始代表格斯塔利加效力 但是目前已经结束的两场世界杯比赛中 格斯塔利加两场比赛好像都没有把肯道尔沃森 放进逐利和替补名单 就是没有进大名单 所以他最近的表现也没有什么数据可以说 他代表国家队效力的这么多年 一共踢进过两个球 倒是在温哥华的白浪队 他进了不少球 作为一个后卫 每个赛季都有三个五个三个这样的进球 因为他身高1米95 大家看得出来 相信他的进球应该很大部分是来自于定位球的投球充顶之类的 但这个球员现在已经是应该说是替补席后端的吧 暂时还不在轮换阵容里边 所以确实不是很熟 这是我们今天第四章 哥斯达一家右后卫 肯道尔 温斯顿 还有最后两张 先看这一张 何赛西门内斯 或者叫吉梅内斯 乌拉圭队中后卫 也是马德里竞技队中后卫 乌拉圭这次战绩非常好 三战全胜 即九分 今天更是3比0横扫东道主俄罗斯队 吉梅内斯现在绝对是乌拉圭队的主力中后卫 跟他搭档的是老将哥丁 而恰恰吉梅内斯和哥丁 又正好是马德里竞技队的主力中后卫搭档 所以这两人的配合和默契程度 自然是不用多说 吉梅内斯最近应该是处于职业生涯的进入巅峰期了 大家看他虽然九五年出生 才二十四五岁 但是其实他出道还挺早的 也是19岁就出道了 这两年在马德里竞技队提的非常的好 他在马进尤其是在土匪教练西蒙尼的指挥下 已经逐渐逐渐成长为后方的定海核心了 因为他的搭档哥丁 现在有一个新闻说 哥丁目前的解约金只要2000万欧元 也就是说任何欧洲豪门只要有想要哥丁的 只要掏出2000万就可以直接带走 都不需要跟俱乐部谈判 那就是说很有可能在世界杯之后 哥丁会被欧洲其他豪门挖走 虽然哥丁已经33岁了 但是还是很牛逼的后卫 所以在哥丁如果离开之后 西蒙尼斯就真正的变成了马德里竞技队的后场的头白球员 所以这个球员前途一片大好 我个人非常欣赏这个球员 因为马进出品必属精品 这就是今天第五章 马进中后卫 乌拉哥中后卫 何赛 吉门内兹 最后一章 我们来看一下 摩洛哥队长贝纳迪亚 摩洛哥前两战杰弗 已经提前告别了本届世界杯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一场比赛中 摩洛哥目前是1比1 还跟西班牙打平 但是已经没有出现机会了 我看看他们下半场能不能顶住吧 我个人不看好他们最后能守住1比1这个比分 贝纳迪亚 尤文图斯最主力右后卫 也能踢中后卫 他只转会尤文图斯前是在拜人目的黑 其实他才拜人踢得非常好 我个人觉得 只是因为他这个体质问题也是经常容易受伤 所以当时安歇洛蒂就不是很重要他 就把他卖到了尤文图斯 到了尤文图斯之后如鱼得水啊 因为尤文图斯就是防守精英们的圣殿 贝纳迪亚这个专职防守的后卫 当然在尤文图斯觉得如获新生 他搭档着杰里尼啊巴尔扎利啊 这些真正的老油条老经验后卫之后 把自己的水平也提升了一层 所以摩洛哥本届世界杯 如果今天依旧输的话 三战全败是我赛前没有料到的 我总觉得摩洛哥应该是可以拿个一分打平 或者是成绩更好一些 因为其实摩洛哥队的阵容还可以 包括像贝尔汉达贝纳迪亚这些球员 都是不错的球员 不过可能真的是整体实力差了一点吧 而且分组分的也确实不是很好 跟西班牙葡萄牙分在一组 贝纳迪亚今年在尤文图斯的表现非常不错 错号带到后卫 已经进了五个球这个赛季 所以我个人理解 从拜日慕尼黑愿意放走他这件事来看 拜日慕尼黑除非是后防储备非常好 但其实拜日的后卫线 我觉得目前可能比贝纳迪亚出色的 也就是大布瓦腾 或者是更全面的阿拉巴 OK 这就是今天我们最后一张卡 摩洛哥队主力后卫队长贝纳迪亚 那我们今天的六张卡就全部开完了 我们依次来看一下 俄罗斯国门阿金费耶夫 尼日利亚天才小将伊沃尔比 巴西边路天王威廉 哥斯达里加中后卫 乌恩斯顿 乌拉圭定海神针 吉梅内斯 摩洛哥队长贝纳迪亚 这次的六张卡品质非常不错 那我们今天的张卡开完了 老规矩 我们把它直接贴在这本纪念册上 一个34号阿金费耶夫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六张球戏纪念贴纸 就全部介绍完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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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